主委你能不能在這裡保證 南山人壽五年內不會出問題 我在我的任內我盡量努力 你的任內還剩多久啊 可能今年年底就到期了 問題是我們保護 還有我們的金融風暴 未來會持續多久 我們不知道 你不能在你任內 把這個爛攤子丟給下一任 這是我最不喜歡發生的事 你最不喜歡說我就問你啊 你能不能在你任內保證 南山人壽五年內不會出事 保證這個字我覺得太沉重 我覺得其實南山 今天投資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看財務看南山的未來 至少要看到五年後 至少要看到五年 這就是一個金融主管機關 該有給保護 給我們金融市場安定的一個保證 如果你連在這裡幫他改財務告表 五年內不會出事 你都不敢保證 那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委員好 主委請問一下保險業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了嗎 因為美國還會在升息 而且惡物戰爭 怎麼情況發展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用比較深刻的態度 所以還會持續多久 我不知道 所以你無法預期嗎 那請問一下 你知道台積電什麼時候 會回到六百塊嗎 我無法預測 無法預測嗎 所以現在南山的人壽問題 就在於他的財務黑洞問題 是無法預測 我們不知道這個洞到底有多大 而你讓這個洞呢 把它隱藏在AC的這個項目之下 不知道說這些他現在用成本去計算的東西 什麼時候會回到他原本該有的價值 問題是當他的支出不斷的擴大的時候 這個金融風暴沒有辦法停止的時候 南山人壽的問題有一天就會爆發 什麼時候會爆發 我們不知道 問題是主委你能夠保證嗎 你當初口口聲聲說要讓保護安心 現在我們就問啊 南山七月的時候 因為禁職零重估資產提高禁職 告訴我們說安心沒問題了 現在才十月 要想盡辦法要用資產重分類來更改 財務報表作帳 拉抬進職 那南山人壽的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是什麼 等到這個金融風暴 受險的問題越來越大的時候 下一步南山人壽就是擠兌破產政府接管 主委你剛剛說你沒有辦法保證說 什麼時候財積電會回到600 什麼時候受險業最壞的狀況會過去 那你敢保證未來五年內 南山人壽不會出問題嗎 你可以保證這件事嗎 目前他的財務情況 是因為會計政策的關係 所以都是因為會計政策 不是因為南山人壽 自己在利率風險上負險過高 所以我剛剛問你的問題是 主委你能不能在這裡保證 南山人壽五年內不會出問題 我在我的任內我盡量努力 你的任內還剩多久啊 可能今年年底就到期了 問題是我們保護 還有我們的金融風暴 未來會持續多久 我們不知道 你不能在你任內 把這個爛攤子 丟給下一任 這是我最不喜歡發生的事 我也不希望 你最不喜歡說我就問你啊 你能不能在你任內保證 南山人壽五年內不會出事 保證這個字我覺得太沉重 我覺得其實南山今天投資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看財務看南山的未來 至少要看到五年後 至少要看到五年內 這就是一個金融主管機關 該有給保護 給我們金融市場安定的一個保證 如果你連在這裡幫他改財務報表 五年內不會出事 你都不敢保證 那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我在我的任內 我能夠確定 你任內還剩多久嗎 你連你任內剩多久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就是每一天都要認真去做 你就是沒有認真做 所以今天大家才有這麼多問題啊 你上任到現在兩年 我就問你啦 從過去的二債風暴 從之前的海外投資過高 從我們把這個受險業的美金 佔九成的投資 這些央行還有相關的國外的受險 都提醒我們這些風險的時候 你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現在不斷的爆發問題的時候 你再來幫這些受險公司去掩蓋 這就是今天的問題 所以你連五年內保證南山人壽 不能出事都做不到 那請問一年內南山人壽不會出事 你能夠保證嗎 報委員我覺得我不太習慣用保證這個字 但是我覺得我在任內一定會結晶 結晶結晶 就是因為你任內剩不長了嘛 所以就問你啊 一年內如果你保證南山人壽 不會出事這件事你能不能保證 什麼叫出事 對不起我不應該反質詢 我不知道委員隊出事 就是例如說南山人壽現在現金留不足了 因為他把他的這些項目都 博在的這些項目都轉到AC 從OCI轉到AC 但是如果他的現金流不足以支付 他的支出的時候 他的財務出問題的時候 這就是他現在所面對的大問題啊 委員我不知道我的財務的理論 跟你一不一樣 他現在不是現金流的問題 對但是問題是他 我們可能所學不一樣 主委啊我們現在問的就是說 南山如果他財務出問題 就像他現在增資的黑洞 他拿不出現金出來 如果按照南山現在的狀況的話 他現金增資要拿多少錢出來 他跌了多少就是要增多少 所以他至少要拿2000億出來現金增資 但他就是拿不出來 其實問題就在這裡 另外一個大家質疑的就是 為什麼他的金融資產重分類 可以回溯到10月1號 這是依據什麼可以回溯 因為第9號公報說 啟動這個意圖之後的 下一個報導日的開始 所以9月3 下一個報導日是什麼時候 10月1號 起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啟動 所以說他從經營模式變更之後 就可以立刻啟動 他要完成 資產重分類嗎 他要完成程序 他要完成程序 所以他已經完成程序了嗎 我們請問一下張局長 今天正旗局有說 南山人壽如果要做金融資產重分類 恐怕明年財報才能適用 這件事情正旗局現在目前 對於南山人壽 第一個關於經營模式的改變 第二個關於金融資產重分類的適用 到底這個部分的態度是什麼 依照公報第9號公報 如果4.4段那可以符合的話 他就可以實施 4.4是指說經營模式的改變 誰來判斷他符不符合 公司的管理階層 所以公司自己決定 我經營模式改變就可以了嗎 如果到時候南山出事 是會計師要負責 還是金管會要負責 還是公司高層負責 還是保護要負責 還是正旗局局長你要負責 今天誰來判定說 南山人壽 他有沒有依照 IVERS九公報 所說的經營模式的變動 這個誰來判定 公司要負責 公司負責 所以公司負責 最後他這個財報 擅置的更改 然後最後把這個黑洞隱藏起來 最後破產出問題了 誰要負責 公司要對財務報告負責 剛才我已經重複講了 所以剛剛回到問題就說 南山人壽說 他們經營模式改變 是在9月底的董事會通過的 這件事情正旗局知道嗎 這部分應該是由保險局他們在處理中 好 司局長你們知道嗎 公司在9月確實有開董事會 董事會有會議記錄嗎 有公告嗎 董事會 有告訴政旗局 有告訴保險局嗎 你們知道嗎 我們還沒有收到董事會 那你怎麼知道他有開董事會 你怎麼知道他有開董事會 你沒有收到你怎麼知道 你看新聞才知道 跟我們一樣 看南山人壽新聞稿 所以我們租管機關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開了董事會 他就突然告訴大家說 我開過董事會囉 我現在要從10月1號開始 然後你們站在台上說 公司自己要負責 你們沒有一個人要負責 這就是問題啊 你們的監理在哪裡 監理在哪裡 如果他這樣子做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來請問張局長 他硬是告訴你說 我9月底已經董事會通過了 然後硬是告訴你 我10月1號就要做 可以這樣子 政旗局 他要依照保險局的財報編制準則規定來處理 對嘛 那所以啊 第一個 他並沒有董事會的公告 他沒有依照程序來做 他應該依照程序公告之後 他才能適用 那為什麼 他急著要回溯到10月1號 為什麼我們的保險局在9月底就寒巡快炎基金會 急著讓整件事情幫南山 從10月1號開始資產重分類 到底10月1號是一個什麼關鍵的日子 為什麼不能10月1號 為什麼不能12月1號 一定要10月1號 原因是什麼 這個應該解釋說 他10月1號就進入第四季的財務報告編制責任 所以代表說他的財務報表 從10月1號開始可能是一個重大關鍵的轉折 就如同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連帶案 也有相關的影響 如果南山人壽禁值下降太多的話 論成連帶案會要求增加單保品 其中我們的公股銀行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趙鋒 藝銀還有這個台銀 土銀 我們公股銀行都有共同主辦的連帶案 那如果現在他的第三季的禁值是負的話 那代表說他的單保品呢 他目前的南山人壽的股票值 設值比率被提升到百分百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去增加單保品 那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我們有了解嗎 來我們請張董事長 我也好 張董事長 我想我還是再澄清一下 因為那個潤城大概連帶案190億 我們參代36億 但是因為我們是單保品的管理銀行 他的單保品就是他南山人壽的股票 那目前應該是百分之百值壓了 以他的限值來看的話 如果他的禁值是負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追加多少單保品 這個因為這個部分要由連帶的主辦行來處理 我們只是參代行不是主辦行 主辦行是誰 主辦行是何庫 來請何庫林總 報告委員主辦行是何庫 你們現在要怎麼處理 報告委員在9月底的時候 就是按照連帶契約我們有去檢核過 在他是在應該是在9月15的時候檢核一次 那9月15的時候檢核 那時候他是符合條件的 那下一次檢核 現在我們知道他禁值是負的時候 你不用趕快去保護你的資產嗎 報告委員 我們對於我們受信的部分 我們都會按照我們受信的程序去處理 然後會做相關的 所以你們現在有處理了嗎 你們有去了解了嗎 今天請你們來報告就是這個部分啊 那我們如果說對於 因為我們連帶案的話 我們會跟其他連帶銀行採取統一步驟 現在你不要在那邊問A打B 我現在問你的是 如果現在南山人壽 他現在股票百分百質壓 而他現在禁值是0的時候 是不是要要求追加單保品 我們會還是一樣會跟連帶銀行 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們什麼時候要開始去 稽查然後去了解這件事 然後要求追加 報告委員上一次我們就 他要求展期的時候 我們就有請他已經徵提的 47億股的那個股票 現在股票跟你說禁值是負的啊 這個單保等於有跟沒有一樣啊 等於是零單保啦 然後你不用去追加單保品喔 是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會請他 就是看是要部分收回 或整體其他的單保品 總共金額是多少啊 191億嘛現在 是 所以這191億現在 單保的肩額等於是零的情況之下 你們好像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耶 所以這就是一個貓膩嘛 為什麼論態為什麼 南山人壽急於在10月1號要回收 因為如果從下個會計年度開始的話 就導致他的單保品 因為這樣的關係必須要去追加 而這追加金額高達191 他可能都拿不出來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我們何庫 你也不動作 我們的金管會也在配合南山人壽 所以這就是大家的問題啊 為什麼從頭到尾從9月30號金管會 就急著幫他發這個通知書 給快言基金會 甚至之前我們臨時提案 要求說開公聽會 只有這公聽會呢 卻變成一個內部會議 請問一下有沒有會議紀錄主委 因為時間關係請主委檢檔回答 報委員 因為我們只是開放給這個 呃 受險公會所有的業者還有專家學者 還有快言基金會討論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會議紀錄 這叫公聽會嗎 你有開過沒有會議紀錄的公聽會嗎 就是提供 你有開過沒有會議紀錄的公聽會嗎 我們的政府是什麼時候開始開會都不用會議紀錄了 金融資產重分類受險公會說要對歷史負責 當時會議內部有不同聲音的討論 就隔天出來新聞竟然說是與會者意見一致 然後我們要求你們提供會議紀錄 你們卻不提供說當天只有進行意見交流 未有任何決定 那請問要求你們找專家學者會議延商的目的是什麼 會議交流到底大家意見是什麼 然後社會的態度又是什麼 正番反番的意見我們也整理出來了 大家對於金融資產重分類 不管是學者或是專家 授險公會連台大管院的學生都看不下去 說儘管會帶頭作弊 支持的是南山人獸的讀懂林世民 這是正番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會問社會的公信力在哪裡 金管會今天為了南山人獸 可以不管社會的觀感嗎 最後最後我們想要說的就是說 欸今天有一個這個報紙的投書喔 說為什麼金管會要用這種監禮寬容的態度 如果暫時能夠不執行淨值比低於3% 進行財務改善措施 由公司的董事會出去保證提供未來F17公報施施後的試算 給予一段時間的寬鬆起遊 那這樣的爭議會比較小 為什麼不用這樣子的方式 請問一下黃主委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建議 我不能夠在這個時候給您報告 不要破壞體制 而用一個接軌F17中間的一個寬限期 來讓業者有一定時間的緩衝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剛剛我們主席中嘉賓也特別質詢到 你不要再走回頭路了吧 OCIAC OCIAC 一回公允價值一回成本計算 你現在要接軌F17 你就應該要把這個所有的會計制度 能夠立刻接軌 而不是在這個過程期 你又走回頭路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建議才是最實際的 但是你現在用一個破壞體制 獨厚特定受險業的方式 讓外界產生很大質疑 甚至你今天的報告提到說 因為部分受險業 你改變管理金融資產的經營模式 等等等 請問部分受險業是誰啊 目前有四家 哪四家 國泰 南山 中國人壽跟寶城 所以他們都有提出經營模式的改變 然後要用試用這個IFES-9 所謂的資產重分類 是這樣子的狀況嗎 是的 那他們都有在9月底同時召開董事會 然後提出這樣子的一個報告嗎 我這個請市局長回答 否則你怎麼知道他們的經營模式 你時間到了請簡短回答 有一些依照他的權限有些提董事會 有一些是他們高層已經 剛剛問你南山人士有沒有給你報告 你也說沒有啊 你怎麼知道咧 你都是通天通靈得知的嗎 我們後來有調查 怎麼調查後來是核實調查 我們上個禮拜有整個了解一下他們有沒有意願 所以就是他們已經先這個射箭在畫板嗎 以前都已經照劇本演出 然後現在我們是在演戲嗎 9月30號是通知所有工會的會員 並沒有獨厚某些公司 如果我也有什麼垂心 我們再跟您報告 好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金管會能夠把這些所謂 授險公司所謂經營模式的改變 到底是哪些經營模式的改變 能夠告訴大家 最後快言基金會在關於IF9 適用的時候有對媒體說 他們會去請教國際 因為當準則有疑義的時候 會去請教國際有準則適用的方式 請問一下這個部分 主委要不要要求快言基金會去去喊請問國際說 IF9公報所謂的經營模式變更 包括不包括利息的變動 委員這個您口頭指示的這些事情 我沒辦法現在回答 因為文字上的表述跟您的口頭的指示 我要很精確的回答 我不能這樣現在就可以 那是快言基金會喔 對媒體所說的說 如果準則有疑義要去韓向國際請示 甚至政旗局也說 快言基金會對IF9公報只有分譯權 沒有解釋權 所以今天並不是我們金管會 快言基金會就可以自己決定說 IF9公報的這個所謂經營模式的變更 是不是適用現在南山人壽的狀況 剛剛主席也特別說 你這樣怎麼跟國際接軌嘛 所以現在大家問 如果你不問國際 高委員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不去問這個 最後就是國際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金管會這個部分 能夠去要求快言基金會 去韓向國際來請示 好不好 謝謝主席 請金管會就高委員跟之前 包括國委員其他委員的垂詢 做回應 謝謝 謝謝主席 事選擇 分枚 одар 72 感谢观看